谁啊 这么牛 大名鼎鼎 如雷贯耳 跟你还有着密切的关系 不能白给 有条件 说说说 你老实交代 最近是不是桃花盛开 有人追啊 胡说八道什么呀 我有可靠的情报 昨天有人看见某个小哥哥 接你下班了 谁也这么八卦 昨天那是忽悠的罗维 他昨天请我去看阿戴儿的演唱会 你知道的 别都不说 阿戴儿演唱会犯错误我也得去啊 那你们两个有没有犯更严重的错误 这男靓女容易擦枪走火 想听黄色故事呢 找别人去 你跟我说实话 你觉得那 那个罗维 长得帅不帅 你这儿有没有感觉啊 不过我要提醒你啊 你要小心啊 这个罗维很有可能得到咱们洛菲斯的投资 到时候身价过亿 可价格 不过我对你还是很有信心的 再有钱的人跟你的少爷比 还不就是个穷鬼 你要针对他也有感觉 你告诉我 我帮你掩护 这东西哪儿来的 横总给的 怎么了 你去哪儿啊 来 今天太阳打西表出来了呀 这么早给我打电话 别啰嗦 告诉我 你现在人在哪儿 我在这个海龙大厦底下吃早点呢 你在原地别动 我要见你 这是出什么事了吗 见面了 我马上到 你要是赶就这么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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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就完了 喂 我的天哪 你去哪儿啊 到处都找不着你 打电话也不接 我跟你说 彭总临时把 能量科技的项目对接会 考到今天上午 那你帮我请假吧 请假呀 彭总说不得缺席 彭总 那俺想项目对接会的时候 请个假 不管你在外面干什么 十分钟之内 必须给我赶回公司来 对 对不起啊 我有点急事 我先走了 那行 那你先忙你的吧 不是 你到底是出什么事了呀 要不你在电话里跟我说说 还是回头见面再说吧 也行也行也行 你先忙 拜拜 拜拜 爸 爸 你们太隆重了 那我好紧张啊 靳总 可以开始了 好 客头话我就不多说了 我直奔主题 我没有做足够多的PPT文件 不过大家在我的材料以及附件里面 基本上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项目的进展 以及未来的市场前景 既然是项目对接会 也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我的结讯 请大家拿出手机 让我简单地对我的产品做个介绍 请打开短消息 你们的界面和我的界面应该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未来的解讯 我们是一个相入式的软件系统 我们的软件让短消息服务 变得全能立体 充满色彩 我们开发了语音短信 我们开发了可以传送图片 照片的彩信 我们甚至附加了可以传送 短小视频的动态短信 这就是我们的软件 一次小小的升级 却带来了一个移动互联网巨大的变化 如果你没有时间打字 你可以说话 你可以向好朋友分享你的生活 喂 老大你在哪呢 今天高低带咱们去买衣服 过几天不是去罗菲斯 参加项目的结婚